哈喽大家好,我是球哥 最近多支球队对布朗尼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可能会在选球大会上抢在胡人之前选走的 魂队今年在选球大会中拥有第17号签和第55号签 外界普遍认为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将会被胡人选中 问题只是顺位和时间 然而随着选球大会的临近 各种声音也开始出现 布朗尼的钱的下加越来越多 且理由充分 从赔率来看 虽然胡人依然是首选 但与后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在大学效力的一个赛季里 布朗尼场均仅得到4.8分 2.8个篮板和2.14出攻 投篮命中率为36.6% 目前看来 胡人对最理想的结果是用第55号签选择布朗尼 但这样的顺位存在很大变数 很有可能被其他球队截胡 著名篮球评论员史蒂芬·A.史密斯 此前声称 布朗尼是否被胡人选中 以及胡人选择合适的主教练 将是詹姆斯是否与胡人续约的关键因素 詹姆斯在职业生涯早期曾表示 他的梦想是有一天 能与大儿子一起在NBA打球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胡人对内部以及NBA普遍猜测 詹姆斯将跳出现有合同 然后与胡人重新鉴定一份 维系两年或三年的高薪合同 76人想要强力封献 76人本赛期再次早早被淘汰 不过他们的补强方向非常明确 就是寻找另一名明星球员 来与恩比德和马克西组成三巨头 尤其是优先考虑风险球员 如果这一目标实现 这支自2001年以来 未曾打入过总决赛的球队 将一跃成为总冠军候选中的第一梯队 目前来看 保罗乔治和吉米巴特勒 是最接近76人的球员 但詹姆斯也完全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76人队可以在修赛期腾出 高达6500万美元的薪金空间 如果詹姆斯拒绝目前 514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并离开胡人 76人队就可以直接向詹姆斯 提供一份高于这个数字的合同 值得一提的是 詹姆斯今年将在奥运会上 与恩比德并肩作战 此外他与马克西的经纪人 都是李奇保罗 这些因素使得詹姆斯加盟76人 变得更加可能 76人队在选修大会中 拥有第16顺位和第41顺位 正如视频开头提到的 他们完全可以在胡人的 第55号前之前 用第41号签拿下布朗尼 一旦76人拥有布朗尼 将对詹姆斯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即使无法直接签一下詹姆斯 通过先签后换的方式 也可以实现 这也给了胡人队 尽可能缩小损失詹姆斯代价的机会 然而即使各种客观条件都允许 对于已经进入职业生涯后期的詹姆斯来说 离开洛神奇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 本周早些时候 ESPN的布莱恩·温德·霍斯特 在节目中表示 76人队签下 勒姆朗·詹姆斯来说 是一个威胁 但还不至于构成严重的威胁 太阳队也需要詹姆斯来组织 虽然布朗尼的大学生涯数据非常一般 并且自身存在健康隐患 但他在上个月的联合视讯中表现出色 投中了25个三分球中的19个 其中连续命中12个 并且助跑垂直弹跳达到了40.5英寸 排名第四 因此布朗尼收到了10多支球队的单独视讯邀请 但据报道 布朗尼只接受了胡人和太阳的视讯 美媒称 太阳队签下布朗尼是一种战略性选秀 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太阳队视讯中得到认可 不仅可以提高他的选秀行情 一旦被选中 也可以表明太阳队将打算 将他作为招募他父亲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然而太阳队今年没有二轮选秀签 他们只有一个首轮第22顺位 因为这个位置签下布朗尼是否值得 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太阳队老板马特伊神比亚对球队事务非常上心 比亚的交易就是由他亲自牵头 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有赢球的筹码 他并不愿意花时间培养新秀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与其选一个得不到太多培养机会的新秀 不如直接一架签下布朗尼来吸引战姆斯 这更为实际 23至24赛季的太阳队 是最令人大跌眼镜甚至是失望的球队 他们有两名球员入选最佳阵容 却在今后赛中一场未赢 尽管拥有多兰特布克和比尔 但一号位上的组织短板成为了他们无法解决的痛点 如果詹姆斯能够加盟 不仅可以解决封线的体型问题 直接打组织前锋 也能弥补组织上的不足 这样的阵容豪化到难以置信 然而加入太阳队意味着詹姆斯要接受大幅降薪 甚至可能需要以老将底薪的方式才能实现 虽然先下布朗尼并不是男士 但能否吸引詹姆斯才是关键所在 除了胡人76人和太阳队 勇士队最近也被传出了与布朗尼之间的绯闻 这其中勇士肯定也考虑到了吸引詹姆斯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布朗尼的偶像是库里 而且勇士队也乐意挖掘新人的潜力 上场时间是否充足是另一回事 根据ESPN最新的模拟选秀 金珠勇士队以第52顺位选择布朗尼 这个顺位几乎相当于刮彩票的选择 选择布朗尼不仅不会一架 而且还可以刚好截胡胡人队 勇士队如果选择布朗尼 既能吸引詹姆斯加盟 又能培养一名有潜力的新秀 对勇士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他们可以利用库里对布朗尼的偶像效应 以及球队良好的新人培养体系 来为球队增加一个未来的潜力股 同时也在争取詹姆斯加盟的竞争中 占据一席之地 在加利福尼亚州塞拉峡谷中学时 布朗尼曾是备受期待的篮球新星 在ESPN全美高中生Top100排名中 布朗尼位列全美新秀第20名 高中毕业后 布朗尼选择留在洛杉矶加入南加州大学 继续他的篮球生涯 然而他的大学生涯开始的并不顺利 在去年7月下旬的一次团队训练中 布朗尼因先天性心脏病突发导致心脏骤停 幸运的是这一病症可以治疗 而且布朗尼有望完全恢复 这无疑让人送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他还是因此错过了赛季的前八场比赛 重返球场后 由于南加州大学整体表现不佳布朗尼 也难以找回比赛的节奏 布朗尼的优点是 布朗尼身上一个无可争议的优势 是他出色的运动能力 在NBA联合视训中 他的垂直弹跳高达40.5英寸 位列前六 在往返跑和灵敏性训练中 他的表现也略高于平均水平 进入前25名 除了这些数据之外 布朗尼在定点投篮训练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25次三分球投篮 命中19次 位列第二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但必须承认 这项训练的真实价值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不过布朗尼的得分和出色的运动能力相结合 确实使他更容易在NBA立足 布朗尼对于成为角色球员的积极态度 也是他的一个被低估的优势 他曾表示希望能够成为像霍勒迪 德里克怀特和达威恩米切尔那样的NBA球员 这三名球员都以出色的防守 和在球队中辅助其他球星的能力而立足 布朗尼这种全力为球队贡献的心态 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 虽然布朗尼怀揣着成为像朱霍勒迪 德里克怀特和德威恩米切尔那样 可信赖的决策球员的梦想 但他目前的表现确实令人担忧 霍勒迪怀特和米切尔在大学时期 就已经在进攻和防守两端展现出了出色的实力 在众多渴望成为理想NBA球员的新秀中 表现突出或身体条件出众 往往是脱颖而出的关键 相比之下 布朗尼并不具备高潜力新秀级别的运动能力 数据上也没有体现出这种差距 在NBA联合视讯中 布朗尼的身高被指出是一个明显的短板 仅为187厘米 对于身材矮小的后卫来说 NBA是一个艰难的联盟 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是顶级得分手 和投篮手的球员 布朗尼的身高使人们难免对他 能否胜任角色球员而产生疑虑 更令人担心的是 布朗尼在控球经验和创造力方面也有所健缺 在各级别的比赛中 他更多的是作为无球的侧翼球员出现 而非球队的控球核心 然而考虑到他的身高 球队可能很难为他在侧翼的位置上 安排足够的上场时间 目前看来 布朗尼在NBA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 是成为一名在攻防两端 都能发挥作用的辅助型后卫 他的角色定位或许可以类比于 德安东尼 梅尔顿或杰伦 萨格斯这样的球员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球员在大学时期的表现 都要比布朗尼好得多 然而在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下 布朗尼仍然有希望成长为 一名在球场上表现出色的轮换后卫 最后引用追梦格林对布朗尼的评价 在最坏的情况下 布朗尼也是一名NBA级别的防守球员 可以投篮得分的一名3D球员 可以对球施加压力 成为一名可以接全场球的 替补控球后卫 可以给另一支球队的主力后卫 施加压力 并且可以进入并改变防守端的节奏 布朗尼的坚韧运动能力 和像达威恩米切尔一样的防守潜力 是布朗尼篮球场上的最大卖点 很明显的坚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